是求下列各组中两点之间的距离 第一题P的坐标是5Q的坐标是-7 好我们现在要来求PQ的距离 好这是因为它在竖线上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两个点坐标相减取绝对值 我们用P点减掉Q点 所以呢就是5减掉-7再加上绝对值 好5加7 绝对值呢就是12 所以我们第一小题PQ的距离就是12 再来第二小题P1坐标是34 P2坐标是-11 我们要求P1P2之间的距离 那因为它是在直角坐标系当中 所以我们要用距离公式 根号根号里面写什么呢 XS坐标的相减 所以3减掉-1的平方 加上Y坐标4减掉1的平方 我们可以心算哦 3减掉-1所以3加1等于4 4的平方16 再来4减-3 4减-1等于3 3的平方是9 16加9 25 在开根号之后呢 就会得到5 所以我们的距离就是5